Hello,大家好,我是拥有20年丰富教学经验的诗诗老师 我是成人教育澳门多家知名中小学的常理老师 很多成人的学生,特别是女生 他们就会问我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可否留指甲 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的手 我的指甲永远保持是这个长度的 因为一强我就觉得很不舒服 就是已经成为我的习惯 其实长底的话没有钢琴的要求那么高 就是说必须要就是短短的挤甲 因为钢琴它的切出面是比较垂直一点的 那么我们长底的是有一点拆 就是有一点拆一点点就好像这样 所以说了我们其实还是可以留长一点点指甲 但是我个人建议就是比较好看一点呢 就大概最多就是3到4mm就好了 不要太强 不然你那个指甲已经去到这个场底出来了 然后看起来其实挺恐怖的 我觉得就是不太好看 所以还是建议就是你看好像我这样按着的时候 你还是有一个很小的距离可以就是留长你的那个指甲的 你看这个还OK 你看 所以指甲是可以留 但是不要太强 因为个人认为不太美观 就是这样子 我们玩古典音乐的大部分就是 就是不太喜欢留那个指甲 因为会觉得很累赘 还有就是 就是too much 就太多了这样 希望这一节课的分享对你们有帮助 还可以解答到你们的疑问 那么你们记得点赞 关注留言 如果感兴趣的话 也可以进去我那个墙底群主 有什么问题 有空的时候我也会跟你们回复的 下一节课再见 拜拜 关注后可于首页申请加入群聊 请不吝点赞